第十场三班千二米第一组的赛事 这场就有特星班马9号的宜心星 还有延迟加入报名就有10号的日日宁 有马抢的这场 哪只抢呢 结果合冲共制 合冲共制这么久没跑还排外档 当然是抢了 还有颜色大师这只马是快的 排个一档都抢 是 试试杂都抢前面 打二马不会抢 跟着在你们后面 当然是抢着那只必长性也不让他进来 当然是不让必长性进来 因为发财宝不是很快的 不过排了那十一档 可能早段都希望不要三跌 他难跑的 反正他走到外档 他就比较难跑 发低一点 还有宜心星又不是很快的 又是在外档 要是在外档 要是要包尾 其他那些马 当然是在后面的马 当然是潮风 威威心得那些是比较后的了 就是前面的形势就是颜色大师 就抢这只合冲共制 或者合冲共制 比颜色大师快 十二马就手抢 就抢着这只必长性 形势是这样的 这场马也拗了两场颈 这场不是很拗颈的 由于十二马上次真的有机会赢的马 结果就输了 那怎么输呢 看看吧 同场还看到慈耀峰 十二马就换了田泰安 怎么输呢 我想他都觉得不太幸运了 因为早段贴着前面那些马 散不开梦幻人生那些 那他就唯有等位了 那拿出又不是 拿入又不是 看着你怯 前面大鸿峰都走顺 大鸿寶、潘顿 你看他车不停 他现在才折 最后一百米 望空一边 反手打了三下 就是几个圆栏的射 冲出来的勢多厉害 那最后只剩到第三 所以这次没你份了 田泰安就换了巴道 都挫截失货 和合冲共制 他也是跟着在他后面 中间黄武那只 大家看着他了 像黄 预演先是吧 是的 预演 预演 又是跟着合冲共制 这只马当然是很轻松了 进步中的马 今季健康正常之后 可以说越跑越进步 这个班肯定都难去不了了 都不用站了 你见巴道半个人站在身上 这只马靓开 状态都放心了 这只马 很多人喜欢这只马 有时候未曾成熟过上规 何宅妍是长期骑的 那时候马是BB来的 都已经知道 大家都知道它是靓马 这些型格 这样做不靓马 是吧 照上书 如果不靓就 你看他 周身这些肌肉 走上来 都浑身有力的 都很紧张 两货都是BARD 去试的 是的 真的那些马 哇 你看他的身 前胸后装 发起力上来 这些马 真的凌晨 很厉害 所以这一马 这次排位也排得好 形势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只正路马胆 当然也有些正路配角 但是有时要跑马的东西 有时都要扭一扭的 有些马就不同了 绑不同了排位 不同的人或者不同了 如果你跑一条必长胜达 十二马出来就是四十多元 那当然没用了 所以也要有一些马 看着它未必得 但是它一定拼命 它就威威心得 那一马真的 感到发烧 我觉得它 你看看它之前怎么跑的马 如果有些快的步速 它就好跑的 同场仍有 这一场的步速够快 因为清心声在前面 拉快了步速 加上威威心得 这只马好像体格比较弱 它这场偷着跑也挺好 你看到后面追上来的马 不是很多马追的 虽然说快步速 威威心得 这些人拿的位置不唱顺 威威心得追得最好 因为它要等一片柚子走掉了 它才可以再望空冲上来 最后就不要猜了 删了一个第三只 盲门在重发 试货杂 里面最后一只中二宝 那只就赢了这货大集 不过中二宝就很久没跑了 中二宝 外面威威心得 随君礼氏 都逗得很紧 这只马还是很火 我觉得它 还有苏保罗的试法也是这样 它保持得挺好的 对 它保持得挺好的 总之这只马一味想交代 中二宝就中间很大架 都看到助手特意散开它 因为真的很久没跑 这个草杂 它虽然从尾尔回来 但是可以说斗得很紧 你看看 还在这里浪费力 是吧 看看 但是呢 一有一个正常点 偏快一点的步速的话 这只马就随时可以铲上来了 它进来当然会好很多 还有这只马呢 我觉得它最近的状态 好像略有起色 虽然是书怕人的了 这只马离开了马房 再去马房之后 但是呢 它仕道偶尔回来 这些表现 就是那只慈耀风了 看看它的马最近的神播表现 是不是比较好一点呢 那这次呢 就转到何宅堯去跑它 都给了个三档 都去了重发转了个圈 那这货就是腐利马斯 重发腐利马斯 劳伯奇是亲自挑的 模式是不是真的深润一点呢 是觉得它有些生猛了一点 早前就是沉的马 你看看 那些马 有些神态觉得它 是好像生猛了一点的 这货始终腐利马斯 两个富利马斯轮流招呼 你知道这只马的跑法 就很适合何宅堯的 这些马 这个马房呢 也都偶尔有些马呢 是被何宅堯去驳杀的 算是 都会肯用一下 有教授的 就是肯 肯听马主讲 用一下这个何宅堯的 有些利马斯就不喜欢的 你指定哪个骑呢 他就不喜欢的了 是啊 之前快快有都去赢 虽然没了我数据 就是有交叉 是吧 所以我觉得 起码摆这个上去 就是告诉你 是跑的 但是拼命的 所以 何宅堯旗后追马 大家都看到 那些什么 唯独爱你 那些都很厉害 批评得很好 对 对 这只 还有一个马 要留意的 就是 那只 法财宝 这个法财宝 Kini有个数据 对 那我说回 如果法财宝贵内 成绩很好 只有一次 就不上名 如果看起来 历季至今 这个路程 就最好的了 其中18次 上名率有超过六成 今次的十一档 会不会怕虚位呢 基哥 怕的 这些马牌在外甲 不好跑的 是啊 就是 帮我贪他 都是有些赔率 如果你说 找找一段时间 我不要 这么冷 那么偏 你要回哪些长城 都无可厚非的 或者是薄的 有时 都不减 那些长城 不行的 不过那条 你一拖三 中了都没用 是不是 那看回法财宝 看看怎么跑 先 法财宝 上次 是很高位的 还有至尊高升同场 因为这一场街景复升 可以控制到暴速 暴速不是很快的关系 其实 连带他也有好处 是啊 因为他跟着他跑 是啊 他排了八档组段 望空地走 还有 旁边的蓝色眼罩 那只是武帝勇士 基哥选到了 这只 十几倍 所以这一组都不太差了 那一场 不跑第二 那里拿命 武帝勇士 是啊 是啊 那这只 我的分子有点浪 不过 幸好他很准成 但是他准 是啊 他胜在他准 他有他准成的一面 是啊 所以那辈子就偏冷 是啊 而且转去伟塔马房之后 真的很少失脱的 这只 而且周童岳又习惯跑熟 看看他有什么办法克服这个排档 如果他扔得低那只必强性 就 三三四四都好很多 因为十一档真的是影响 那法财宝呢 我相信他的分子有点浪 不过呢 疑心声上到这个分子 究竟有没有进步空间 那只马 之前都感觉他像千四千六马 那上次他虽然很辛苦 因为他三岁仔 握什么顶磅 是难度很高的事 那他最后也成功了 那一场对他来说很辛苦 那一场对他来说很辛苦 那伙阶虽然不是说从前面回来 但也是一个轻松的市集 那现在看看他回复了多少 那希望他到时跑出很好的赛事 那排过这种档 真的… 又不是很够快 那又怎样呢 就是… 变成了… 吃得暈了 所以也是难搞些 而且那些阶也不漂亮 相信将来会还有进步 不过今次又排了十档 对手又强了那么多 都是看定点 看看这场我们选了什么马 选了11号的12马做胆 拖8号威威心德 4号的慈耀峰 还有3号发财宝 连赢位置共六注 看看谁赢得多了 莫女拉和田泰安 田泰安今次不是全球 骑少一场 田泰安很厉害 只是胚子都已经做到骑之王 那次 今次又如何呢 先看看第一场 新马赛有主意和激多幅 当然了 有主意了 上一次也跑得这么漂亮 实际上三甲也没有理由没有他分 激多幅也不是那么厉害 上一次可能要观察一下 那我们看看第二场 樊戈尔陆摩勇士 我觉得樊戈尔跑这个情 不是太厉害 陆摩勇士你忍着一下 上一赛之前那些杂试得很漂亮 今次连吕勇士都推了庄 古浪阳光 又没有这些龙妖 第三场上深星君临大地 君临大地跑马地跑 真的没有沙田那么正 今次又排好位在这里的了 这只上深星最近好像都差不多了 今次也很难跑 大地的外档也很难搞一些 第四场声势和翡翠凤凤凰 这场两只都要 两只都路程对的 第五场超速和天地同心又怎么选 要超速了 今次重10磅好一些 上枝真是轻得加关 天地同心不是很够这些马跑 我怕他 第六场田泰安都没有坐骑 莫蕾拉果然有 果然有 都要回来 这只马雷神骑是联系的 分分钟可以有个兵都不定 第七场就涌战神区和将王 两只都排面马来的 两只都选了 第八场青森星和星魂明爵 要青森星我们就选了 青森星我们就选了 青森星我们就选了 第九场一对我们都有 露露省加州十大 都选了 第十场 至尊高星忠义堡 我们没有选了 两只都不喜欢 是 那迟些才喜欢 还有十一场一铺中环和上拼上涌 上次可以说是发挥到完美 但这次还可以继续完美 排位好 上拼上涌 这是漂亮的马 别看着它 那个额头那颗星 整个镜子 很特别的 整个月亮 很正 这马长得一个样子 虽然田泰安 我们觉得有些马都有可能 不过都是雷神 我们选多一点 都是雷神 平均一点 刚才都剧透了 会和大家分析一下 王太后纪念杯 形势是怎样呢 形势 混乱 你看看时时有鱼 顶磅133 最低分是包中美黄底磅113 缸还差20磅 分 差不多差不多30分 中间落墨 怎样 喜连其升 斑德里赢2,2002 2,400 英国好手 没问题 他六岁 不过这一轮说什么呢 接班 落益线 配得 整个沙田的街坊都知道 行不行 先问过雷神 他的涌战神区 智利马王 你今天是2,400 去气量没有问题 气量没有问题 又不止他一个 你问了伟达没有 伟达说将王 路程没有问题 场地没有问题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了 基哥 今次将王行不行 我觉得这场马 大家各个各个看法 阿苗那只 勇战神区 一早就已经 布定了 因为他有根据 跑过这个2,400 贏过 所以今次一早就预定雷神 不用说了 又排个好位 这只排面马来的 阿苗也很厉害 将王 这只马 在香港没跑过2,400 但是跑叶森达比 你记得吗 Alex 是的 流到很后冲上来 他跑第七 他跑第七 叶检巨头跑第六 就赢他一有四分之一的马位 叶检巨头 看来香港跑 香港平点 赢得那只 赢得那只 加上这只马 现在越跑越健康 两只马都健康 不得了 不过黄太后杯 有很多时候 很奇怪 那些轻绑马 你不要看轻 他 有只很危险的马 放头马 精神威 这只马 个个都知道他是放头马 他不是只懂得跑1600 他的血统 是大长途马 有时大长途马 很有趣的 跑长途 你以为1800又不到 2000也不到 2400又到 就是这样 好像有时力那样 1800又不到 2000就厉害了 追到 潘顿器卡 有头有尾 可能这些受时力 跑2400又追不到他 精神威就是 这只马 跑到2000 他都跑得好 以前你觉得他不是那么长 原来今季你看这只马 跑到2000 长长都进来的 都有进步的演出 今次轻磅 你比对来说 你和用战神区比较一下 有什么磅 他输给用战神区 又输多远 今次比对 差了11磅 和用战神区比 孖雅 这个2400 他有头有尾 你追不到他 有什么五期 听说 还有乐益线 上次克服到二班 我都觉得 热碗适不适 原来是很适 这次行不行 那倒是 这只马 进步中 又排个好位 又借挡好跑的 但是 还有一只马 你不可不防 很冷的 包装永旺 这只马 跑香港 经典杯 那场马 距离的头马 是一有四分一 一有四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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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马位 当然 沿途他没有射 没有射 但是这只马 上一次跑 他是有意外的 你记得了Alex 他是有意外的 整只马失去平衡 这样才 即是 可以说是有意外的 抹捉他 所以这只马 如果进来三三四四 哇 分到你笑 是啊 所以这场马 我觉得 张王 排面马 用战神区 热门 当然了 两只都各有千秋 冷脚 精神威 包装永旺 这些不可不妨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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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三四四百多万多宝 所以多拖几只 不要犯本 今次的金句是什么 就是 苗寇重兵 追落后 今次很厉害 黄太后杯 早筹谋 看看今次阿廟 是不是有些马出击 加上黄太后杯 现在赢了阿威 除了刚刚超速 陆摩勇士 都应该是冷门 你又很喜欢一只 勇战神区 看看明天会有多少 我还挺喜欢 那只尚拼尚勇的 那只马 今次不行 都追着了 这只马 额头 那块镜 你明天看看 很棒 真的 好马 明天主题措施 当然是黄太后纪念杯 勇战神区 当然是列阵的排面马之一 那场措施 还有胜出练马 私给大家玩 有四个选项 明天是十一场赛事 头场开跑是十二点半 新马赛打头阵 大家早点开电视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 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